高靖来老师发现的芙蓉版图案教学 是以一块适当大小的海绵板做材料 然后用点燃的浆在上面制作所需要的图案 再以油墨涂在烧好的图案上 就可以印出美丽的画面了 全部的制作过程一直在轻松中进行 很能够引起小朋友们的兴趣 高靖来老师说 芙蓉版教学法除了可以制作图案之外 也可以指导同学 聚成粒体的字体和制作广告等 有很多方面的用途 是一种很理想的教学法